這套作品就好像喝酒一樣 應該看你喜不喜歡喝酒和喝什麼酒的口味 就算我們主持之間對這套作品的感覺、感想和評價都是不同的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套就是《91 Day》 這套其實是一套黑幫的復仇故事 故事上就是 這套本身故事的節奏結構其實如果用美劇的方式去拍這套作品的話 大概三季了 大概大家看五十多年 要這麼久嗎 會的 美劇作品的味道就是中間會發生很多人同事影響角色的思維 這套是簡化了很多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不合理 它又未去到不合理 我覺得真的很簡單 尤其是前期 我想大家會覺得悶的 其實會在前期裏面 就是一些 無論是男主角 原名 原名 他怎樣去滲入這個家族裏面 其實是用了一些很簡單 想盡快進入故事的核心 所以他這部份其實很簡單 很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 講幾句話做幾句話就已經得到 如果美劇這些東西的話 起碼玩回你十二集先 首先情報收集這件事 其實這個已經是很長的篇篇去寫的了 其實應該要 這套故事其實就是 我們深番也有提過 它是接了一個謎之人的一封信 得知了自己滅門的仇人究竟是誰 有哪幾個 應該是 開始他的計劃 覆仇大計 人生的意 或者這樣說 殺得最差的一定是第一個 阿范樂這個角色其實是殺得最 可能是你未理解這個故事在做什麼的時候 就已經成功復仇了第一個 但一個覆仇對象 不是 但是其實他那個 他必須要找一個人出來死先 不是 他那個演繹 反而我覺得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覆仇很急切 還有你會見到他的步驟 他的思維 他的戰略 其實是很幼亂的 就是中間途中 出了很多他不能控制的情況 而導致後面的蝙蝠 就是他到其他的對象的時候 他會穩陣很多 就是要確保 一定要目標是死亡的 他才會去執行 或者這樣說 我可能在我看這類型的 其中我看美劇這類型的劇 會比較多 其實我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 其實主角 我們說到 就是他 他都叫做什麼 他是聰明 還有他有計劃 有計劃 有計劃性去做 其實 但是實範到那個位置 其實就顯得好像是 有錢沒有口 好像是想殺了他 他沒有想過 那條蝙蝠磨了 不是 但這件事反而顯出 男主角的幼亂 始終他未經歷過 那件事 未有一個真正殺人的開始 那就變成 他那個階段 就是說 做第一個 整死到第一個目標的時候 其實他很多步驟上的事情 是有些問題 或者看不出的原因 我會覺得 就是 在他的心態上 他沒有一些 就是說 殺人之後 有些少少 惶恐 不是說他對殺人這件事 有內疚感 而是 他怎樣思考計劃 怎樣再進行 因為他開始了第一步之後 其實他每一步都不可以再出錯 不可以再回頭 但你感覺上他第一次好像想 鋪鋪鋪清 他沒有計劃下去之後 他沒有計劃下去之後 我跟IM是有同一個感覺 或者是好像有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劫匪去打劫銀行的時候 他沒有鋪定喉嚨 那種感覺 是的 他好像殺完之後 然後好像就是 怎樣收火 如果他那個計劃 他已經知道 這個只是他的第一目標 第一步 是的 他的計劃的第一步 裡面其實我們看不出 好像他有想過什麼 因為其實你看到之後 那些東西好像是 順理成章地 或者不是有些什麼 他報過局限 然後令到這件事 推演到 他可以更加進入這個家族的核心 跟從他自己的計劃 他沒有計劃到那麼遠 反而就是 他覺得他第一目標之前的心態就是 我要殺死你 堅步行步 總之這個是我的前提 但是經過了第一個目標死亡之後 他知道他的想法很天真 所以他後面的目標越來越穩陣 或者我不知道 其實因為去到後面 就是他要接近 他的第二個目標 尼陸的身邊 要成為他的 心腹 心腹 這個位置裡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位置 其實挺隨便的 因為要殺阿范格 然後他委託就是 很合理的 你找個什麼 什麼都不是的 古惑仔 死了都是無所謂的 消耗品 然後他殺不死他 然後出來之後 然後說 這個帥哥 有錢 我說 他說 他壞了 最少可能他給他看到 另一個東西 就是他有膽識 那種有錢 你這種角色其實是什麼呢 如果是黑幫衣的橋段裡面 就是什麼呢 我看中了你 或者你好像 他可能好像泛惡這個角色 那樣的 演繹到 覺得 你好像我死了那位兄弟 突然之間再回來我身邊 那個情感帶動之下 我欣賞你 他應該是給一些理由出來 譬如說 我覺得 我見到你 我就覺得好像以前的我 那樣 有種共鳴 他說什麼 我第一次做的 槍都不敢開 希望他夠膽開 即是讓他見到 以前的自己 更要勇敢 勇敢一點的 因為其實中間裡 他還有一段 就是 因為刺殺凡格失敗的 這個計劃裡面 然後他要著草 然後就是什麼呢 就帶了男主角 就你了 然後跟著 在那個女圖裡面 其實這套 跟這個女圖裡面 他們叫做真進 他們之間的友誼 這一段裡面 令我想起哪一套作品 就像都宣誉 嘻嘻嘻嘻過程 就是為什麼呢 中間他們 Take 去獻嘻嘻的過程 突然之間 這兩婆就好像 我們把你星星星星星星星 看了我們挺久 ном來 鎫獵在我們中間裡 看到一些演藝的過程 不停尼拉 這嘻嘻就想要怎麼看 你搞什麼 我看不到這 killed 真有力 我只看到這傻嘻想說 這個年紀 有沒有這種純粹說 我是這樣的 為何你要多做這麼多事 中途裏面就是 你也叫做一個富家子弟 他不是說沒有能力 但是你弄到他整個旅程裏面就是 他撞壞了N部車 撞壞了N部車 就弄到他沒有錢吃飯 然後我也覺得 你沒問題 我欣賞你 其實真是理解不了 我最不喜歡是甚麼 你那個位置放了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沒事的 但是突然間他去到中段 真是中段 我講過很多次 去到第七集 你突然間和我死三件 我真的接受不了 那個反而是轉譯點來的 你講一下他弟弟的位置 那個位置 去到中段裏面 其實我覺得 開始的會覺得是甚麼 他到位了開始 因為又到尼諾 再回到城市裏面的時候 有叫做甚麼 有主角控制不到的大環境因素 他怎樣利用這些大環境的因素 去引導這件事 令到他可以逐步逐步 去加入這個核心 還可以同時削減他的敵人 但是這個最Bullshit的地方是甚麼 就等於新番 阿雪凌最不喜歡 或者我都最不喜歡的東西 這套人的黑幫 就真的好聽 主角說 他想去哪裏走 故事就去哪裏走 不是他有這種魅力 他叫誰去哪裏 那個人真的去哪裏 然後被他服 被他堆壞 甚麼都好 這人是好聽話的 我同意I am這個說法 因為這個說法 就是個問題 跟我剛才舉的例子是甚麼 你刺濕失敗 但我覺得你很有潛質 我欣賞你 是甚麼 男主角做任何的動作 都不知為何 都會出了你自己說 冷靜點 他不是這樣想的 或者說 其實他都是為你好 很多人是甚麼 突然之間中了相信我之術 不是其實 尼錄就看到這個主角 有個主角光滑 即是無論他做錯甚麼事 都是對的 不是 有時不是尼錄 好像找凡格幫忙 當時尼錄是很討厭這件事 然後突然之間後面有一個人說 你不要這樣 他為何會做這個行為 他為何會做這個看似背叛的行為 就是因為他 他知道尼錄 你這個人是有情有義 你不會想 你忠心的佈下 忠心的兄弟死 所以就是甚麼 他知道你做不到這一步 他幫你做 你做不到這個黑面 我幫你做 你這麼感動 這是甚麼 我愛 情侯 情依 這個是我和二人者在這套作品裏面 我們最大的分歧點是甚麼 他認為這套作品是一個關於愛的作品 沒錯 這套根本就有很多愛在愛情裏面 你問阿姨把 全部都是嘻嘻 我告訴你這套作品是關於情和義 是有情有義 他和古惑仔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這套是木偶奇語記 全部都是邪屎公仔 告訴你 這套劇 然後中間的所有 無論是黑幫受殺 之間互相勢 你可以說他的 他真的是很簡略 這也是我剛才在開始講的問題 他一套十三集的作品 他講的有限 其實我這套作品其實是一套最少四十多集的一個詩神 你這套這樣講的其實分了三季 如果這樣講的第一季 如果你說用美琪的我去這樣分 第一季應該是收集情報 第一季他終於殺到他第一個首人 犯了這個角色 然後中間的過程裏面就是 他慢慢去每一步去提升地位 第二步就是他終於是甚麼 他終於見到他最難殺的仇人 文森特這個仇人 第三步就是他實行就是他最終的計劃 堆壞了所有的人 堆壞了他所有的目標 是的 這個故事裡面 當中裡面細緻的東西 我想大家都有過 我們三位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說他真是很簡化 而變得有些東西 我也覺得是的 很理所當然 就是所有人 跟剛才夜行者講的一個講法是很像的 就是這個世界所有人都很欣賞主角 你看看 去完黑幫之後 然後說幾條說 年仔我知道你是非池中之物來的 我告訴你 有沒有興趣過檔 你不應該在這個這麼小的池中生活的 你真的要覺得那個位真的是BULLSHIT 他每個人突然都說 小兄弟我一看就知道你骨骼精奇 就是練武的好材料 是黑幫的好材料 你真是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是看不出主角作為一個叫做黑幫 或者作為一個有志謀的人 他多有志謀 他就得對死於眼 可能是口味的問題 中間裡面其實我們還要講一段的關係 我知道這段是對夜人仔來說是他對愛那件事很堅持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昇華上去的 就是主角的Fan 被他扯進來 在他滅門之後 照顧他一會 然後他自己離開了 然後過了很多人之後再找回他 希望這一個兄弟 從滅門的陰影走出來 男主角就是這樣 當你是兄弟 所以要什麼呢 請你幫我和我一起復仇 這個黑暗兵法來的 君子賤奏 但是我覺得他在中段 我當你是兄弟你當我臭死 他肯一個圓打一個圓 不是愛情是什麼 這是SM關係 這是范家和女兒的關係 我解釋給你聽 男主角 開始找了他之後 其實他知道了 他的近況 他的朋友的近況 他的兄弟的近況 然後知道他的兄弟讓走的目標是什麼 他想有錢 上大學 他這些犯法是為了賺他那筒金 然後他就會收手 他利用他的兄弟 利用他的發明 令他可以走近這個家族 有條件 去做一個有利益的東西 去吸引家族留意他 去到中段裏面 其實他知道 其實這個情況越來越危險 他想他的朋友抽身 所以他給了錢 他說你走 這個遊戲已經不再需要你了 我已經進去了 我已經達到我需要的東西 這個也叫做什麼呢 承認自己利用了自己的好兄弟 基本上就是他把他的兄弟帶進來這個危險的處境 他希望他可以安全 無處無難的帶他走 離開這個處境 做過檢察官的家人 沒錯 這個位置裏面 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復仇呢 就是因為有黑幫做了這件事 你現在做這件事 你跟黑幫的分別 有什麼分別 然後當中裏面他知道 男主角始終最後他都有緊守 我覺得他不是緊守 我覺得純粹就是他朋友幫他回來 那個兄弟就是他內心裏面 他良心的一面 他良心最後的底線 如果我用回野人者的說法 我會怎樣演繹這個例子 就是他就是這個魔王 和這個天使 不是他是這個魔王 心裏面他最愛的人類女人 就是他最後對人類的 一絲的憐憫的最後防止 如果這個女人死了的話 告訴你 我真的不知道我做什麼 他劇集就告訴你 究竟這個女人死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你這個決定是錯的 通常魔王最愛的人類女人 都是奴隸來的 我理得你理得 總之他是女人 這不是愛情是什麼 你知道他的朋友 其實都是男人的嘻嘻 你應該是超越性別上的觀念 那這些找回何心政治 我對我來說 他情義就是說 他親手殺死他這位好兄弟 因為為了取信 其實他們這個就是叫做 兩者 中間裡面就是說 已經超越了 其實我覺得這裏 他這段劇情 有少少是 他自己的報應 因為他自己 之前親手撤局 令到 尼陸和他的兄弟 互相仇殺 其實他現在 那個處境 就變成同樣了 你為了證明 就一定要殺你自己的兄弟 其實跟當年的尼陸 他殺他第一 甚至其實這個位置 可以這樣說的是 他們兩個 其實由他的兄弟 讓師走 這一步開始 其實 他其實都走不出 他會被操控 就算沒有他的朋友 也好 其實 相信 他也是走不出 他會被操控 會被人去 就是繁隔最後 都是拿了他的方法 然後就想殺他 他就錯手殺了 因為他沒有理由價值 那時候 為何繁隔要他的朋友 在那裏 就是那時候他沒有一個配方 在那裏 不殺你 最大的 因為你有價值 你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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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需要你 我又有價值 我就不需要你 或者這樣說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 每個人其實踩一個盒 只要什麼 當你 應該說你碰過污水 沒錯 你怎樣都是 你走不出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你是沒辦法再走出來 這份 就算他中間裏面 除了他 還有一個 就是二打輪的朋友 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說 他隨過逐流 你每次見他 每次見他 都跟著不同的人 他就是 小子 開車那個猴子 是的 他都說 我都不想 大哥 我只是賺錢而已 他們的結局 很大層面上 其實已經整定了 他們的行為 受制於很多東西 不是說自己的意志 可以控制一下 這個結局 其實對這班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必然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這套東西裡面 有誰是不死的 這個好問題 最後男主角 其實是死不死的呢 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當男主角成功地 報告終於 等他們民生特 這個家族 這四個人 就是他要報仇的這四個人 感受到 他當年被滅門的感受 但是 他放過黎陸 那個原因 其實 他是很糾結的 那個原因 其實因為 對他來講 就是因為黎陸 他不忍心 你不知道不忍心 你不夠膽 總之當時 他沒有殺死他 而令到他可以 得到這個復仇機會 同時其實是什麼呢 黎陸其實真是 當他是兄弟 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其實他沒有說過 就是說他回憶回 他滅門逃走的時候 其實是黎陸放過他 那他回想這一幕的時候 他 所以就說他沒有殺他 這一幕就說 他在糾結就是說 沒錯 他的滅門是這幾個人造成的 但是其實 應該這麼說 實際上黎陸是沒有殺過 他們任何一個人 黎陸就是叫做什麼 我跟著他 我跟著他看 我看戲而已 我就算是發現了你逃走的時候 我都沒有嚇殺手 是的 這個一隻糾結就是說 對他來講 其實他比黎陸 他都說他比黎陸最大的報復就是什麼 你感受一下 我當年的感覺 其他人滅門的感覺 是的 到了那一刻 其實對他來講 他的彌陸的復仇已經是完絕了 其實我甚至乎覺得 他在親手殺死他自己的兄弟的時候 其實那件事已經完了 在男主角的心目中 其實他身邊是什麼人都沒有 他生存的目的唯一就是要復仇 他身邊還有什麼人呢 就是他朋友 連他朋友都被他親手打倒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人生的意義已經沒有了 他可以隨時死亡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後面的主角的態度 你會看到他好像行屍走入 大家其實要回歸底就是 尼陸一 其實他自己在這個圈子裡玩了那麼久 他都深明 其實這個道理就是 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 其實這個是 他們黑幫 起起跌跌 就是我生存的方式 當中裡面其實在有一集裡面 尼陸其實有講過的 其實在他殺了 男主角殺了他的朋友之後 他說的話 我要重新給他一個生存的意義 其實在他們叫做那段海灘的旅程裡面 你可以當作物語之旅 OK 在這段旅程裡面 其實尼陸有問過 男主角說 你復仇已經成功了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你跟著你打算做什麼 然後男主角就很標準 復仇是空虛的 復仇完之後 沒有了目標 沒有了生存目標 但是其實 最終 其實因為最終那一幕 其實叫做什麼 大玩玩味成份 其實這個玩味成份 其實是做得挺到位的 我覺得是 尼陸最後究竟有沒有槍殺 男主角 這個結局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其實你可以 所以動畫都留了 但我比較偏向 其實男主角真的死了 有另一個說法 其實尼陸給了另一個生存意義 叫他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你這樣叫他繼續生存下去 你不是一個很實質的人生意義 不是你說他沒有殺他 因為當年 他打空槍他 然後問他 你對我的年輕人 你夠不敢開槍 他敢開槍 他敢開槍沒有掛 敢開槍打中你 不是但是最大的問題 在男主角心目中 就覺得他其實一生已經毀了 就是他寧願 尼陸當年 一槍射死了 那就不會有後面那麼多東西發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會偏向 其實男主角真的死在尼陸槍下 就是完成了 他那個人生 我有幾個位置的解錄 首先第一個解錄位 其實尼陸是看開了一件事 因為叫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無限循環 就是你殺我我殺你 你又給我看 我又給你看 最後就是牽連甚趕 就是行包殺 或者其中一邊找到尼陸 尼陸最後那個笑 其實好像是他結束 其中一個就是 我放開了 我始終都當這個位置 我是好兄弟 其實殺了他也解釋得通 我已經完結了這個仇恨的連鎖 我不需要再擔心其他任何東西 另外的其中一個 因為其實你講的這個是什麼 其實他願不願意滿足 他認為是兄弟的人 其實對來說 男主角最後的願望就是死 因為他要做的事已經做了 就是他已經找不到再有生存意義 就是他幫他一把 他連身邊唯一親近的人 都已經被他親手殺死了 甚至其實大家記得 就是尼陸最後那一幕 是有一輛車經過 然後跟著突然間有個人 看一看他 他又看一看過去 然後他最後笑了一笑 這個另一個解讀就是什麼呢 其實一笑就是笑 其實是 男主角是不是其實什麼呢 其實已經一早安排 在他的計劃裡面已經安排了 其實什麼呢 最後其實無論你殺不殺我都好 尼陸你最後都會死 他好像說 最後還是在你那個復仇計劃的那一環裡面 就是他虎笑 我反而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不是喔 這個可能性我覺得大一點 這個換美成人 就是他看著看一看 他覺得說 你還有這一步 就是他計劃裡面一環一環那種的功課 你這個兄弟真的對他 是真的 那更加整齡 這個男主角應該已經死了 但是他始終都在男主角的計劃裡面 最後那一集有些位置很亂的 例如你想一下 尼陸他那些小子 就是死不了就死啦 死了就過之前被人打爆下巴的那個 他也去拿一些機關槍 在那邊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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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他接着發財 接著他在一下畫面 見到他來開車掌掃 其實那些是回顧的插序來的 但你會見到 其實在那些時候之前也有一些時候 那他分別的庫頭領 做大哥 因為大哥被人阻倒了 他也有跟男主角說的 你去堆壞了尼陸,那你就自由了 即他沒有說其實什麼名字,他說堆壞了那個人你就自由了 所以阿雪瑩那個說得通就是,他叫他去堆壞他 但他自己都需要嚇人在後面,如果你失手,我都要找一個人去堆壞尼陸 所以這個也是符合阿雪瑩講的男主角,他期望的目標 或者其實,因為這個位置其實是什麼呢,他都叫做,男主角明白自己,他是沒有辦法親手殺死 他根本是下不了手殺尼陸,其實是 他其實已經視尼陸為一個他的救命恩人 是他的兄弟,其實是其中一個兄弟,對他來說 當不當他是兄弟就其次,我不覺得劇情上有什麼做過,令到他心動,覺得他是當尼陸的兄弟 這個是黑幫那種超越了血緣的那種的關係 當你說二兄弟,大佬,那些的關係 這套東西裡面,最後幾集我越看,最後那集真的到 因為最後那集,最後一集裡面,他提到的那些東西就是 其實你看到的,即使是一個客人,怎樣去保護 或者叫自己的兄弟,先走先,我電後,你不要管他最後是不是死了 你看到這群人其實是什麼呢?他們不是無情無義 只是他們的情意,不是這個界別的人,你是很難理解 他們的情意那個派對會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有時候是什麼呢?為了很簡單的利益,就算跟你親兄弟也好,我都要對你的了 但是,反而是什麼呢?一些可能沒有什麼關係,只不過是說什麼呢? 我覺得追隨你,我的人生就有意義,單單是一個很單純的理由 告訴你,現在就是報貼的了,沒問題 總之這個家族是生存到下去的,我做什麼都可以的 有些是為了家族,有些是為了一個人 個人的領袖魅力,甚至個人覺得他真的當你兄弟 這類型,其實在這套作品裏面是最尾的集數其實是會見到很多的 之前那一刻有的 即使就算文森特和他的所謂的老兵部下 都會看到這個味道出來的 他願意為他付出他的生命,去保護他 甚至是那個家族轉了手之後,他依然守衛著文森特這一個人 所以見到的,我覺得這套在劇情上,你可以說他真的是簡陋 簡陋了,但是氣氛上其實是到位的 圈染到出來的 尤其是最後那幾集 但是他那個每一件事件的大體其實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有人說笑的說,甚至是抓車的時候尼陸最後是看著罐菠蘿 是不是已經變成人肉菠蘿菠蘿 對著那個菠蘿菠蘿笑 你看看你 菠蘿想著說,當然你拿個菠蘿救我一命 可能還有一個解道,就是他親手把他自己是為兄弟的男主角之後 他自己都笑了一下,可能是殉情 不是,最後那幾幕其實是有很多的解道 很多的解道 但是每一個解道你都會覺得是有一種味道在 我覺得是最後的結尾做得很好的地方 很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最後的結尾就是不需要這樣 其實我想大部分人都覺得是尼陸死硬的 其實是 不過你說這種 他說什麼是自殺,被人殺,被男主角設計殺 這種黑幫男人的浪漫 老實說,你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每一種解道你都會有一種唏噓的感覺 你覺得是浪漫? 那些是愛情 情義 我也是說 很多段愛情 我不確定有愛情的元素 但不是愛情那麼簡單 你想想眼鏡仔 他不是為了愛情,會不會為主角 你摸出來 你要知道這套影片裡 有超過一個眼鏡仔是做類似的事 有金髮的眼鏡仔和黑髮的眼鏡仔 大家都是嘻嘻死的 所以我覺得這套影片如果喜歡看 叫做 另類一點的劇情片 其實我不記得那種叫做什麼黑幫片 其實是那種 好像 幫派 即是香港那種 古惑仔 不是,他又不是手擋 其實有些像 如果遊戲的話 是黑色落城 那類型的那種 就是警匪偵探片那種 配合一些黑膠唱片的音樂那種 我不記得總稱是什麼 但那類型的作品 我當然是適合大家去看的 其實我一開始都覺得這套作品很一般 但越看是 咦 你不是浸 好像說你一開愁那樣說 酒來的 酒來的 其實有後勁 浸一浸 浸越浸越香 嗯 是的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推介給大家 至少我覺得不算是 不算是另類的 即是你不會有些 有很蒙很熟的女兒 很型的女兒 她好像絕情是未見過 有 有SM的 很少 你竟然想一個發一個 想個妹妹先吧 來個妹妹先 這套東西裡面 沒有這些 我們叫做 大為看開的一些 就是說 動漫吸引人的 黃道片 不算是黃道片 對 反而我覺得它真的像一套 電視劇 都動畫化了 即是你黃道片看得多 你都想看 就等同於上季 Joker Game那類型 其實是 Joker Game好看很多 就是另類一些 題材不同 不同 看看你合不合 味道 都是類近 如果你喜歡Joker Game那種 另類的故事動畫 我覺得這套可以嘗試 但Joker Game的時代味道 很重 我都說酒而已 你在喝幾年 你可以喜歡白酒 但你不喜歡紅酒 但你不可以否認 紅酒有另一種味道 是的 那種味道合不合你口味 其實是 但我覺得它是一套不錯的作品 但一定要浸的 你要堅持 我想你要堅持到 大概五集 五集左右 那 味道就出來了 入口那裡是 茶 入口那裡是 是難噴的 是有種苦潔味 但接著會賠金 真的問你死了沒有 好 那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